美国私事通,我是罗文 先是2月1号,星期三 那我前面有讨论美国的这个物价 Gasbill和鸡蛋的价格都全面的上张 有些观众就认为这是家庭主妇的一个观点 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观点 这也是美国人民的一个观点 因为很简单,即使你是一个政客 你每天也要吃饭,你冬天也要用暖气 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之所以我们关心政治 并不是因为我们想从政 或者是想把它做一个职业 或者捞点好处什么的 我想大部分关心政治的人 他有兴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政治跟我们息息相关 政治是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的未来 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的 他关系到我们的现在的生活 那也关系到我们的油价天然气的价格 鸡蛋的价格 所有的这些 所以我觉得政治是跟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一个东西 他不是一个说我们要投票选总统 还是议员那么一个抽象的问题 那因为你即使是选总统或者议员 你选的也是他的纲领 你选的这些民选官员 也是必须要代表你发声的 这是重要的 如果他不代表你的意见的话 你不可能投票给他 那所以之所以我们要很详细的 有时候分析各个议员 候选人或者是总统候选人 他的观点和他说话背后的背景 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做一个选择 那这是今天的一个前言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今天也听到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数据 就是据调查的话 现在70%的美国人 如果他们目前 比如说孩子生病也好 或者有特殊状况 他们都拿不出1000美金的这个积蓄 已被急用了 这是非常糟糕的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和大部分的美国人 都遭到了空前的一个财务上的掠夺 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个油价也好 还是鸡蛋价格也好 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他成为了新闻的一部分 那大家在学习文学的时候 都有一个常识 说狗咬人不是新闻 但是人咬狗就是一个新闻了 他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 就是他的这个不同寻常之处 如果他是一个常见的 但是他就不能成为一个新闻了 所以有七成的美国人 都拿不出1000美金这个事实的话 再一次的证明 现在经济是史无前例的差 那川普总统的前竞选顾问 史蒂夫科蒂斯 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说今天他会去见凯文·麦卡蒂 去讨论Mega的民众的一个诉求 要他做到哪一些 因为麦卡蒂马上就要进到白宫 去跟拜登以及民主党人讨论 共和党人的对经济的一个诉求了 以达成一个遗致 克蒂斯一直是川普的一个 他们叫Savregate 是一个代理人 或者是他的一个经济上 或者是政策上的一个发言人 那他是出生华尔街的 而且他是美国优先政策的一个勇端 这也显示了川普以及他的基本盘的 目前对众议院的一个掌控 那虽然很多人说 我们2022年是一个大败 但实际上那我们至少拿到了众议院 所以众议院就要发挥他的这个杠杆的作用了 现在就是事实后了 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消息 就是拜登的特拉华的度假屋 被FBI搜查 你看是不是他有更多的精密文件 那在前党中的时候 FBI也搜查了宾州拜登中心 以及拜登特拉华的家 现在在搜特拉华的度假屋 当然在那两次的搜查中 他们也搜出了更多的精密文件 所以总共到目前为止的话 拜登私自持有的这个精密文件 到了25到30分之多 所以现在这个FBI开始搜查拜登的 在海边的度假屋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信号 这是一个搜查的延长 那虽然拜登律师就表示说 那是一个我们同意一下的一个搜查 并没有搜查令 但是是我们认可的 我们同意的 因为我们要彻底的检查这个地方 那但是实际上在1月中旬的时候 白宫的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就说拜登的这个精密文件 都已经交出来了 没有任何保留的 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现在突然又在今天早上开始搜查 那也显示说 那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文件 或者至少显示司法部对拜登的这个不信任 这个不信任并不是说加来还有多公正 是因为现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这个头 詹姆斯科默就表示说 他要彻查拜登的这个机密文件的事件 那即使司法部不任命FBI主动去搜查的话 那最后如果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传票 真的拿到搜查令去搜查 而且搜查出了拜登常有更多的机密文件 这对拜登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行为 所以那现在就突然变成在司法部的要求下 FBI进行第三次对拜登的住宅或者办公场所的一个搜查 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我之前说过 拜登父子现在是创了美国的一个新记录 就是他成为了美国父子两同时接收调查的这么一个在任总统 这是史无前例的 很多人说那FBI不是搜查了川普总统吗 对 但是FBI搜查川普总统是 川普总统已经是一个前总统了 他不是现任的总统 第二个搜查方的政府也就是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和这个共和党的川普总统 他们是有政治的对立性的 这个事实上明显的是一个猎物行为 但是现在拜登的司法部自己派了FBI去搜查拜登的这个住宅 这个是他自己的政府来搜查他 很多人就觉得这是美国秉公办事 我刚才解释为什么了 这是因为迫于众议院共和党的一个压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 就是即使你是司法部的嘉然 即使你想像的拜登 你也不可能为了拜登输掉自己的前程 他只可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掩护他或者是去包庇他 但是他不能够完全去独职 去对抗众议院的调查 所以你看 这个是人民在发生了 所以这就是美国民主之伟大所在 而不是说拜登的司法部调查拜登 搜查拜登就是美国民主之所在 而是说他们迫于压力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这是众议院的声音 是民众的声音 那这个众议院的声音又是由2022年投票决定的 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要坚持去投票的原因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选举可能会有问题什么的 但是我们作为普通公民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每一个环节上确保我们应该做到 尽到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以帮助这个国家走向一个更正确的道路 如果你觉得现在目前的道路是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的话 对不对 孟非是 那最近讲的孟非是警察的 对待一个截庭黑人的一个不公正的对待 还有一个关于警察的新闻 就是在旧金山的一个披萨店 他发生的事我觉得很代表民众的这个意愿 那披萨店之前就对三个到他店里的这个警察就说了不客气的话 说我们不欢迎你 所以那警察工会就表示特别的愤怒 就说这个披萨店不可以这样歧视我们警察 警察工会做了这个声明之后 作为左派大本营的这个San Francisco的这个披萨店的老板就马上 把这个无故拒绝警察的员工吵掉了 说他不应该这么做 而且说他是一个受训者 他是一个年轻的受训者 他只工作了三天 所以说对警察表示歉意 而且在那之后警察工会也表示说 那警察去他们披萨店用餐并没有受到拒绝 所以这就反映了民众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觉得即使左派的这个城市的市民 大部分是有常识的 他们知道警察作为一个执法力量 对一个城市是多么的重要 那当然警察中也有良友之分 那也有有问题的或者是有执法也有瑕疵的 但并不代表说警察这个群体是有问题的 这跟左派的这个极端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现在之前每次去西马克的话 如果他看到警察也去买咖啡的话 他就会请警察喝咖啡 虽然是个小事 但是我觉得很多警察其实很感动的 这个小事反映了民众对他的一个支持 警察的生涯其实蛮辛苦的 大家看侦探小说 即使你是一个不是美国人 你也知道警察很喜欢吃豆腐 甜甜圈 为什么呢 那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警察喜欢吃那种高热量和不健康的食品 我先生就说很简单 因为以前最早开门的这个可以买咖啡的地方 就是甜甜圈店 他四五点钟很早就开门了 那让警察很多是早上需要一杯咖啡 所以他去买咖啡的时候 他也就买了一些吃的东西 所以这是为什么 你看正在小时候经常 太原去拜访警察 或者一个警察去拜访另外一个警察 或者警察开派对的时候 他们就吃甜甜圈的一个原因 那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警察这个职业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对警察一直是有很大的敬意的 那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做节饭客的 也有跟黑道沟节的 或者也有某些私利的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像所有的队伍一样 就像我们说教师一样 虽然我们觉得教师公会dominate 主宰了这个教师 那似乎把教师挟持了教师 那实际上我看到大部分的教师 是非常正直非常善良和非常有献身精神 奉献精神的 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左派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个人是非常相关的 你不能把一个人贴上一个标签 那说贴标签的话 最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SIMS 4 模拟人生的这个游戏 这是全球可能最受欢迎的一个游戏之一 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有模拟人生的游戏 那它就是你可以换装 你可以进到你的虚拟世界中 那这个游戏突然就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 引起了父母还有家长的还有很多民众的很大的不满 那它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变性手术的这个胸部的这个伤痕 那大家都知道变性手术 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你要切除你的乳房的话 它是从乳房的下部开始切嘛 所以它这会有一道疤痕 那同时这边也有一道粉红色的疤痕 那现在它就把这个变性人的疤痕上新到了它的这个新的化妆这一部分 就是你可以给你的角色化妆 或者你可以留长发呀 留虚呀 或者是有各种身体的特征 它就增加了一个变性人手术之后留下的疤痕这么一个特征 引起了很多家长的不满 因为这个游戏是针对儿童针对青少年的 所以那家长就说他们在把变性人的这个议程向孩子在推广 遭到了极大的一个反弹 实际上这个模拟人生游戏之前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了 因为他们之前用这个代词的时候 他们用了这个day或者them 就是他们 那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你是一个跨性别人士的话 你不用男他或者女他来指代你自己 你用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了 那这个模拟人生的游戏可能也在进一步的 向青少年推广跨性别的这个议程 所以很多家长就号召抵子说 为什么要我们的孩子玩这个模拟人生的游戏 他自己的人生难道不够丰富吗 他每天去上课 然后回来还有各种兴趣班 那我还跟他玩 Dungeons and Dragons的游戏 这个就是教他加减乘除数学的游戏 那为什么他要去玩这么莫名其妙的 这种模拟人生的一个游戏呢 他的人生不是用来模拟的 他的人生是他自己要去认识 是他自己要去参与其中的 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请给我们留言分享 OK 这是今天的一个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Ciao